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小说 高晓松老师会跟大家一起来谈谈真正的日本军国主义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军国主义它跟纳粹是两回事 纳粹主义是一种主义 是有一套完整的主义的 那希特勒国的奋斗就是有纲领的 纳粹主义是什么 这军国主义它不是个主义 它没什么主义 它也没什么纲领 军国主义就一条还政天皇 把权力还给天皇 一切听天皇就这叫什么主义 然后他们在那喊说 支持天皇还政天皇 一切权力还给天皇 热爱天皇终于天皇 大家路过日本人都看着他们有病 说这好不容易权力争取到人民自己手里的 你要还你还你 我不还 我好不容易就终于来这民主权力 我能投票 我能这那 我能一年换四个首相 我干嘛把权力还给天皇 我有病啊 所以军国主义在日本是没有什么时长的 日本有日本人自己的说法跟伦理 日本人就说我们为什么自杀 因为我们的宗教里我们的信仰里就告诉我们 有罪的人只要死了就一笔勾销了 所以日本人这么想的才才觉得我有罪 包括日本这一点小事 最近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欣慰 因为洛杉矶的天气终于开始凉下来了 可是依然有人说洛杉矶还是毫无秋色 所以这期环球音乐梦想 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非常有秋天意思的MV 缓冠犯 缓冠标落的风也像四年 我年轻轻过温暖碎火的秋天 寂寞越多甜点 每逢越过像你的容颜 我把爱捎成了诺言 絕快不會熟悉的那張臉 無求風 漫天回憶 無求風 談一生 黯然沉默 不能說 這美的話都不能說 本期的環球搶先看就到這裡結束了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大家再見